每天功课很重要 作者 福安古观音格 修行一定先要严格要求自己 就是要建立好的制度 比如定功课 每天坚持完成 或者念谱门品 或者念谱咸行愿品金刚经等 每天功课很重要 就像吃饭 餐餐吃 或者像洗脸刷牙 念经就像 能去除我们内心的污垢 色身的业障 也好比洗脸一样 每天都洗就舒服 那色身也需要营养 每天念经好比吃饭 这个要慢慢形成一种习惯 习气 以后就成自然了 出家也是出家的习惯 所以禅宗从林里头 就是每天重负的早晚课 打坐 就是形成习惯 那生生世事都不会忘记 下辈子还会记得来修行 念经也是习惯 大家不要觉得 我有空就念经 莫空就不念 我要赚钱 赚钱只是养色身而已 念经是养我们法身会命 色身吃住的再好 也是一个臭皮囊 死后一把火烧了 就一点人情味都没有了 没有法身会命 这个色身保养再好也没有用 空过百千节 一个人遇到佛法 就能修行 没有遇到佛法 过个百来岁 也不过空过光阴而已 所以要努力 人身难得 要抓住时间 好好的念经 念经 修法身会命 是第一等的大事 经的力量 可以带到下辈子 但是呢 赚钱呢 差不多就可以了 钱转成福报 福报再好 如皇帝又如何呀 所以世俗上 差不多就好 http 冒号 斜杠斜杠 blog.cna.com.cn 斜杠 S斜杠 blog 下滑线 74C3431001020 Zero.html